多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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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歡迎回到兩個頻道 上一集帶大家去丹別 這一集我們會離開丹別 去今次的旅程最後的一站 咸館 由溫泉酒店去登别站 可以在门口搭道南巴士 去到登别站前 11个站大概22分钟 去到火车站 发现超级多人买票 差点就说不上那班车了 由登别去咸館 坐JR的特吉北斗 大概需要两个半钟 自由值是4510日 指定值是零加2950日 由于我们太迟买票的关系 指定值就满了 然后自由值也超多人 幸好过了两个站就有人下车 除了铺满雪的山景和田野景 路程基本上三分之二都是沿海行驶的 下着大雪 海天一色的景色真的很漂亮 如果大家由咸館机场去市区 坐巴士大概20分钟 就会去到JR咸館站 如果在东京搭新港线 大概4个多钟 就会去到新咸館北斗 再转JR的咸館本线 去到JR的咸館站 去到JR咸館站 酒店选了在站的斜对面的咸館覆盆起来登酒店 10月回香港的时候 都是选4点的旁边酒店 当时住了14晚 留有挺好的印象 还有海鲜和农产品的咸館招市 只是一介之价 Standard的double room 房间是18平方米 一入房间左手边就有一只气拖鞋 还有挂衣的地方 洗手间就是一般日本酒店的尺寸 有浴缸 房间麻着需少五藏俱全 有免费的饮用水提供 有空气清伸机 还有梳化区 床边有几个USB插头 房间的景观开扬 直接看到咸館JR站 巴士站 还有少少开景 放下行李 我们去吃个Lunch JR车站2楼 有咸館最具代表性的拉面店 创业超过80年的咸館面厨房尾彩 本店就在五菱国公园附近 而新千岁机场和窄房都有分店 咸館在184年首次卖拉面 而咸館拉面的特色就是用鸡骨和昆布 熬出高汤的炎味拉面 和窄房的味噌拉面 和浴缩的囤骨拉面 并称为北海道三大拉面 味彩淨油拉面 是人气No.1的招牌菜 湯头就是在鸡骨和猪骨里面 加入了杜兰昆布熬煮二成 还有半熟蛋加上传统的枯 还点了咸館站限定的 尚味彩炎味拉面 还有蟹脚一只 喜欢吃辣的 可以加些很香的虾仪辣油 或者是胡椒油 利身 我比较喜欢吃油腻的重点的 囤骨拉面 所以炎味拉面对我来说 就比较清淡了少少 但吃完就不会有很利的感觉 酒店同一栋大厦的地面 有土餐店 松江商店 有咸館夜景特别版的Royce朱古力 又有北海道的特别版 可以买雜感厚味 就有饼干和朱古力 这里还有咸館鱿鱿鱿鱿鱼 和北海蟹鲜背 还有很可爱的北海道特别版Monchi Chi JR站附近有巴士站 5号乘车处的所有巴士 都可以去到五零国 如果那天行程比较多 就可以买咸館一日的乘车券 1000N 两天就是1700N 任坐巴士和电车 一落车就会见到咸館一日的乘车券 日本才有的幸运小丑汉堡 我们今晚再吃 还有我们午餐吃过的拉面店 欣赏五零国最好 就是在五零国塔里苦陷 但是五零国塔不可以多次进场 所以为了拍摄到日头和夜晚的点灯 我们就先走五零国公园 日本高末时代的政府 德川莫虎实行了所国政策 禁止和荷兰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交流 不过在1854年陆续就和美英俄等等的国家 商馆就是以前的咸館 德川莫虎派遣商馆奉行去到咸館 而商馆奉行就是在咸館负责对外交涉 海岸防围或者是市街行政等等单位的高官 商馆奉行计划在离港口或者市区有些远 兴建西洋式的堡垒 以作为保护政府机关的建筑物 工程大概花了7年 而星形堡垒在1864年就大致完成 外观呈现星状五角形 所以就被称为五零国 还有一个角就是半月堡 最初计划在五处的地方兴建半月堡 但由于预算有限 加上咸館开港之后 外国的威胁并没有上月中那么严重 所以最终正是兴建了一柱 石缓是围绕堡垒周围的石墙 由于费用高昂和费时 石墙最终正是建于护城河、半月堡 和国内入口附近 而石墙上面突出的部分 就叫做无反者 就是为了防止外敌入侵的设计 藤鹏在二芝桥方向的国内 五、六月的时间 但紫藤花就盛开 而藤鹏其实是由五零国公园开完初期 围绕经营食堂者在第二道移植过来的 商馆奉行所建筑灭绩 大概是2685平方米 是1864年德川莫府 切于五零国内的机构 是和外国接触和统领哈尔地的据点 完成之后不到七年 就是商馆战争之后 1871年被设备 然后在2010年复原重建 画面的三栋建筑 就是套藏、板庫和冰凉库 门口还有商馆战争里面 实际被使用过的大炮 分别是英国和德国际 板庫就被改为土餐店和优点柱 走完公寓我们就回到五零国 入场费是成人900日元 中学生680日元 小学生就450日元 营业时间就是9点到6点 买完飞我们就坐升级上去展望二楼 入了升级之后 灯光就会转暗变为蓝色 然后就会看到墙上印着历史事件 展望二楼在地上高90米 有1比250的五零国复原模型 重现五零国员工时候的模样 现在第二代的特台 在2006年4月1日启用 连卖壁雷针高度就是107米 从展望台还可以看到下北半岛青森院 咸管山、津兴海峽、还津年峰珠山 和闪闪法国的五零国 二楼还有可以了解五零国历史的展示空间 五零国历史回落 用连表和图表逼步版 让你清楚地了解 由陪利艦队以来的五零国历史 还有16个情景模型 讲述五零国所经历的动荡历史 和不同人物的故事 日本最后一场国内战争、商管战争 就发生在五零国 大正凤凰之后的新政府 和旧的幕府军之间 在商管战争里面 五零国就是旧幕府军的最后据点 但旧幕府军最后是1869年投降 而公园里面 还看到商管战争当时所用的大炮和石墙 德邨幕府所建的五零国最终成为终结日本封建制度的地方 之后五零国在1914年被规划为市民公园 是个开放的优田空间 1952年被指定为日本特别市职 成为由德邨幕府过渡去到明治政府时代的历史遗产 接着我们就走到展望一楼 五零国的起源 可以追溯到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 为了和当时出现的枪和大炮对抗 欧洲人就发明了零宝式成国 之后随着欧洲各国进攻海外 零宝式成国就被广见于世界各地 展望台还有小食店 有咖啡、果汁和软雪糕 还有纪念品店 有不少款式的T恤 有些还是展望台限定的 当然不少得吃的啦 也有和多拉A梦的联盛产品 也有和多拉A梦的联盛产品 在五零国上 可以跳往五零国四季分明的景色 去到冬天 晚上就会点上被称为五零国之梦的灯光 五零国的四周 就会点着大概2000火的灯泡 而灯色就是由咸管市里面的义工协助装饰 大概12月去到2月 由日落去到晚上8点都会点灯 我在天文台的网站查看了那天的日落时间 大概是4点 但是4点还没见到亮灯 反而在附近的建筑物 就陆续开始点灯了 终于等到4点半钟亮灯了 在日落之后 没多久的一小段时间 因为天色和灯光在雪地的反应之下 在展望台望下去的景色 就会呈现蓝色啦 但是当天色全黑之后 就会呈现黑色 导致撑到2楼 有异色的冰淇淋店和2间餐厅 一樓的中庭 是栽种着树木 全天候玻璃结构广场 还有圣诞装饰 走进去公园 还有圣诞树和点灯牌 屋城河结了冰 还有铺满了雪 加上灯真的好梦幻 这条片就到这里 下一条的北海道片 会带大家继续探索咸館的景点和美食 喜欢的记得like subscribe comment和share给身边的朋友 还有追踪我的instagram 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